香港娱乐圈中美女明星如云 其中有不少都是混血美女 比如李嘉欣就是中仆混血 张博之就是中英混血 而这些美 女的共同特征就是长得鬼鬼秘 在她们身上或是眼神里纵有几 分外国人的气质 不过也有一些在 香港女星看起来像混血 实际上又是很纯正的中国人 这里要说的就是2013年港姐冠军陈凯琳 陈凯琳当初在选港姐的时候就 已经被很多人误以为是混血 从她的面向来看 又的确与传统的中国美女并不太相似 还是有几分外国人 特别是中东人的气质与特征 虽然陈凯琳已经强调过很多次 自己的父母都是纯正的中国人 但是不少人在看过陈凯琳的父母照片之后 在与她做对比 还是觉得她是混血 甚至觉得她可能不是父母亲生 曾经就有传闻提到陈凯琳的母亲 早年在中东人开设的餐厅打工 她是母亲与中东人所生 不过这终究是传言 想来更多的还是媒体的杜撰 先不说陈凯琳是不是混血 要知道陈凯琳可是出生在中产的家庭 她是圈内众所周知的富二代港界 父亲是香港的铺王 坐拥时几个物业 其中有三个商铺 市值超过5000万 在九龙堂又一村还有 一个价值过亿的独立屋 既然都这么富贵 她母亲怎么可能还会在中东 人开的餐厅打工 这明显就与实际情况不符合 陈凯琳也表示自己的母亲 没有在餐馆打过工 婚后就是 专职嘱咐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不过陈凯琳又真的长得很像混血 这一点也是事实 对此陈凯琳 就表示 她从小与弟弟就长得很像外国人 没错 陈凯琳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弟弟 这在她参选港节以后 就有提及过 只不过她的这个弟弟一向比较低调 很少露面 因此大家也都没有太注意 难得的是近日 陈凯琳在自己的社 交平台贴出了与弟弟的合照 这一下子还真是令网友炸了 真是惊讶不已 所谓惊讶 倒不是陈凯琳忠于公 开了与弟弟的合照 而是陈凯琳 的弟弟比陈凯琳还要混血 甚至已经不是混血 要说是个外国人可能也有人性 像片中的陈凯琳的弟弟鼻子高高挺挺 留着落腮糊 眉毛浓郁 眼神深邃 怎么看都像足了外国人 甚至是传说中的中东人 而不少网友看了大赞陈凯琳弟弟有形 觉得他像曾演过一百万零一夜 慢慢回家路的印度裔英国男 新Dev Patel 而这么一说再一比较 两人还真的有几分相似 对此不少网友都留言希望陈凯琳的弟弟能出道入行发展 不过陈凯琳表示 弟弟比较怕丑 所以是不会入娱乐圈发展 陈凯琳一再强调他不是混血 大家也都相信了 可是如今看到 他与弟弟的合照 怎么也都不相信了 只能这么解释 陈凯琳与弟弟或 许真的是隔代遗产 不是他的外公外 婆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有混血基因 所以隔代遗传到了他们两姐弟身上 至于要说整容 看了陈凯琳小时候的照片 再对比他现在 都是一个母子出来的 那自然就是没可能了 最后只能感叹